接下來就跟大家講過的所謂的重點 就是氧化物的酸鹼性 要你被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鹼性 非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酸性 可能層酸性 然後第一件事情 有些金屬氧化物是中性的 氧化銅氧化鐵跟二氧化盲 為什麼 因為它不溶於水 所以丟到水中喇喇之後還是不溶 因為不溶所以還是層中性 所以你要被這個對不對 你要被這個 氧化銅氧化鐵二氧化盲 丟到水中喇喇之後 那個水是中性的 因為它們不溶於水 我也跟你講過了 你要被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鹼性 非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酸性 但考試沒有人考你酸性還是鹼性 是考你說 誰能夠使指示劑變成什麼顏色 所以它重點是指示劑的變色 所以我們再問一遍吧 一樣第一個站起來的挑一個 然後告訴我酸中顏色 減中顏色 然後為後面的月沒得挑 來可愛大帥哥 或者是大美女 這位叫做 No.4 4號 4號 來挑一個 你要挑 石尾還是分泰還是分紅還是廣用 石尾酸中顏色 減中顏色 酸中紅色 減中 藍色請坐 他的石尾酸中是紅色 減中是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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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下一個 剩下三個可以挑了 這位大哥叫做二三 挑一個 分泰酸中顏色 無色減中 紅色請坐 分泰酸中無色 減中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分泰酸中 三號 挑一個 酸中 紅色減中 藍 請坐 還在起立 還有一個中間叫中性 綠色 請坐 酸中 紅色 減中 藍色 減中 綠色 他的顏色 他的顏色紅橙黃綠藍 越偏紅越酸越偏藍 越減 綠色中間是中性 最後一個沒得挑的 三一 三一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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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好 跟你說過很多遍 考試愛考思維跟分泰 有考過廣用 基本上國中好像沒有考過分紅 可是你該背的還是要給我背起來 就是 考試就考你說下列何者會死 思維是不是變藍 你就要知道他是神什麼性 簡性 所以要挑的是金屬的氧化物 就這樣考你 OK